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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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载这一个最原始的范例 这个范例的来源是由微软公司所提供的 好 接下来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当然点这个按钮 我们就可以进行超市范例的下载 下载好之后它会放在我们的文件夹里面 例如说我们的文件夹 左上角这边下载就可以看到这个超市范例了 好 那第一件事情呢 打开Power BI 打开桌面上的Power BI 然后我们当然要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的方式有很多种 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是Excel 所以点选Excel 接下来去下载里面找超市范例 开启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范例 等于是说类似像资料库把它叫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订单 有订单退货销售人员 为了今天上课方便用我们都在讲那个函式 所以呢我们就请你直接看这个订单 然后点选再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等一下 这边就会看到有订单跟各个栏位名称 订单的各个栏位名称 就呈现在右边了 有看到哦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 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哦 就来看第一个我想要跟你们介绍的函式 智慧函式 这个智慧函式啊 智慧函式绝对是在DAX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函式 它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资料表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很多很多的资料 其中如果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计算 计算什么呢 例如说2008年的销售额 2008年的销售额 或者是这边是不是2016到20 2013到2016年的资料 假如我想要去做近两年的销售额比较 近两年哦 不是每一年是近两年 因为当我们在做资料比较的时候 我们还有可能去计算 今年从1月1号开始累计到现在 这些都是有可能 我们需要去学会的一个计算 那请问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算2013年1月1号到1月3号 就这三天的累计的金额怎么算 那当然当然我想如果你们用Excel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算 但是至少至少我现在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假设这个消货的日期 然后递递减还是递增 以日期排序的话一定都是用递增 因为我们一定是从历史 从过往的资料查到现在 好所以递增 一定要选递增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计算就是我所有公司的销售 我从1月1号2013年1月1号1月2号1月3号 假设算到1月10号好了 那个销售额是多少 好我想你现在你可能还可以很容易的去去选到这个地方 到这一笔到这一笔 然后把这些的那个销售额全部都把它全部加起来 那万一我今天呢我要做的是今年1月1号到现在 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提取这些数字来去做比较 好 所以我现在呢 要教你用函数的方式 以前我要做近两年的同期比较 很简单 我们就讲这用用折线图好了 用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问一下近两年的比较是不是 订单 订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点订单日期 然后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要两年的比较 所以我下面这边应该是1月到12月 所以要选哪一个 中间的还是右边的 最好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这个是连续嘛 连续它就会1月2月3月 这样连续从头到尾呈现 这边不是一个连续吗 并在一起的连续 连续就没办法比了嘛 对不对 连续不具有比较的性质 所以是分开 是这一种 这一种 点它 你看这边是不是1到12月 1到12月 可是我要把它分成 例如说4个年 4个年 所以我是不是就把订单日期 拖曳到这个图例这边 然后把订单日期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显示年的部分 你看这样是不是我就可以去做比较了 连续资料不能比 这是之前我们就教你的 可是我现在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 来去请你学会 因为这样子一个做法呢 无法提取其中的数值 所以呢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招 怎么样去做 首先我要先算出来 就是 例如说2015年的销售 2016年的销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若干的资料里面 如何去把2016年的销售算出来 好这边我们就要利用智慧函数了 智慧函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订单嘛 订单你随便里面象征性的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 例如说这个订单里面指类别 在首页这边我们有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请问一下如果当我们今天要去计算的时候 我想要去计算2008年的销售总额是多少 2008年喔 销售总额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算一个值还是算很多值 新增资料行你就想到是什么 是完整性 什么叫完整性 就是 这边这一格也要算出来 右边 就是当我新增利润右边我在新增资料行 所以我是不是有每一笔记录都会有一个新的值出来 这叫新增资料行 那我们现在应该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我们应该是用新增量值来去做计算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点选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算的是2008年的销售额 200 对不起应该是2015年的销售额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请问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函数 它叫Calculate 智慧函数 就是这个单字 好 所以我们要选择Calculate 输入了CA 然后Tab键 它是不是就放下来了 运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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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看到筛选 后面是不是有看到 逗号 这意思就是说 可以放筛选1这个条件 可以放筛选2这个条件 可以再放筛选3 意思就是说 我后面我就要放什么 年是哪一年 例如说2015 2015就是筛选 2015 我不要看2016 我不要看2014 我不要看2013 这就是筛选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只有两个值 就只有两个值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做 例如说这个蓝 这运算式有看到 运算式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用加总的方式把 就是我们的总销售把它加起来 所以用SUM这个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选择什么 选择这里面 订单里面 因为只有一张工作表 所以大家选一选去都是一张销售额 订单的销售额 然后呢 这边稍微注意哦 这边是加总 然后所以这边应该要 有一个左刮弧 这边就要配一个右刮弧 然后接下来一个逗号 然后接下来我后面 我后面是不是要去放一个过滤的条件 过滤的条件 我怎么样去取出来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取出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这个蓝的年等于2015 对吧 就是我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筛选条件 请问一下 这里 我的那个 量值的栏位名称 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只要2015 我只要2015 那请问你 这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只有日期有分2015 2016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 想办法去算出什么 这个年是2015的 好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写一个Y-E-A-R 有看到 Y-E-A-R 然后日期 什么的日期 请问是不是用一撇去找 去找什么 订单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 特别借 然后又刮骨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年了 年等于什么 等于2015 这就是他的条件 会设定吗 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设定 例如说我们班 学生有男生 女生 我是不是要去找性别等于男生 这就是筛选条件了 对不对 然后又刮骨 Enter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刚刚这样子 这个值 我先来看一下 能不能得到一个结果 它就算出来什么 2015年的销售额4.25个百万 这不是总total 这个只是2015 那当然有2015 是不是会有2016 你们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我刚刚只是告诉你 这个韩式 这个韩式怎么样去输入 它的一个结构性 结构很简单 我觉得未来 未来 未来 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 假如说你今天 你要去我们学校 继续念书 我是会 希望你 不是说 听懂 那个calculate 而是说 就要是去查他的手册 查他的手册 就是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 在什么 power bi里面 我要去做一个计算 而且这计算有那个过滤 过滤的计算 所以 是不是直接输入calculate 我要去算一个东西 对不对 而且呢 还有有看到吗 filter 然后接下来这边 他就说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去过滤 甚至还过滤文字 你就会大致上 可以发现 人家是怎么写的 不过 人家怎么写 写来写去叫calculate 他 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 这个是 计算 计算知道吗 这都是计算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们要看到 这个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 判断 filter 那个判断 什么叫判断 他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里面必须要是failed 可以吗 就是这个里面必须要是failed 这就是过滤条件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记得就是说 你要学到这样子的成绩 好了 所以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你要参考 你要参考 其实我课本上 等一下会告诉你在讲义的第几页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一定要学会的哦 你的成绩一定要提升哦 刚刚已经做了2015年 我们得到销售额 这一个值 这是一个值哦 好 现在我想要得到的是2016年的销售额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首页底下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出入2016年销售额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 我不希望你用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我就根本不用教了嘛 对不对 了解老师的用心良苦吗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好 calculate 你一定要习惯 因为后面我讲的那个韩式会越讲越困难 我只讲我只介绍到10点半 说不定我只能再介绍两个 可是真的请你掌握这样子一个学习方式 接下来是不是运算是运算是 我这边很单纯的就是用加总嘛 因为销售额怎么算 加总 对不对 我就把每一天的 其实一天有好多笔记录 我就把每一天每一笔记录 全部那个销售额加起来 所以用SUM 然后接下来呢 选那个订单里面的什么 销售额 这个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这就是什么 参数 好 又挖胡 记住函数 函数 SUM是函数 函数里面一定会放一个参数 请问你Random Random里面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空值 那就是它的参数 因为Random一定是由0到1随机产生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加一个逗号 接下来我们再输什么 年 好 我们要 因为这边输入2016年 所以2016年 所以以什么 以订单 订单怎么呼叫 记得打一匹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里面 是不是选到什么 等于2016 我建议各位 真的啦 就是习惯养成 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像在打成事 好 然后 又挖胡 你看这边 Ear 左挖胡 这个又挖胡 有看到吗 它对应到这个地方 就代表说我们 挖胡是对齐的 通常我们放的逻辑错误就是 挖胡不对称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贴心的设计 好 按一下Enter 接下来呢 我就把2016年的销售额算出来 所以是不是就点它 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2015年的销售额多少 4.25 2016年5.49 可以吗 好 来 请你们快速的去产生 快速的去产生 快速的去产生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复制了 回去再慢慢研究 来 我们请大家赶快练习 动手做一下2016年的销售额 我们现在哦 现在要来画左边这张图 现在我们要用这两个字来画左边这张图 知道吗 这个方式是初阶就应该要学会 而且不重要 真正的重要是我现在教的这个方式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 首先 怎么样去画 当然现在只能画两年的资料 两年 因为我只有做2015跟2016 请问你会不会再做2014跟2013 当然会嘛 好 这个我们先跳过 我们先来画像左边这张图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折线图 我的方法绝对是绝对是画折线图 先选画图目标 先选视觉效果的那个目标 例如说这个折线图 第二件事情做什么 第二件事情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去画出各年的销售资料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用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要放2015年的销售 以及2016年的销售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订单 我们应该要选择什么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这边是不是看到20 2013 2014 所以我们是不是 我等一下我这边更正 您看一下这边是不是 我加了2015跟2016的值进来 可是呢 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 就是各年的各月的资料 所以点它 点它 为什么点这一个 因为我们要去做1月到12月 1月到12月的一个视觉呈现 你仔细去观看一下哦 这边是2015年跟2016年 这是绿色线 这个绿色线是2015年 然后呢 这黑色线是不是2016年 然后 是不是这两年的比较分析 就呈现在这边了 有看到吗 好 那你一定会好奇的问一下 请问这两个差在哪里 这两个差在哪里 这个是照进来在做计算 而且没有任何那个值在里面 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在提取 提取1月份 你会不会提取出来1月份这个值 会了吧 因为 因为这个1月份这个值 我刚不是教你那个2015年 这个是2016 2016年 请问可不可以再设一个条件 我要GENERALLY 就是MONTH 然后一个订单日期等于1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值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张报表里面任何一个数值 你都不会提取 你不会提取你就不会计算 可以了解吗 举例来说 在这张报表里面是没办法提取任何的数值 可是在这张报表里面 我们是可以再提取出来 例如说1月这个数值是多少 甚至可不可以再往下 例如说 假设我们 假设我们今天去看那个1月 假设我们去看1月 假设我们去看1月 就是这个是第一季的1月 然后有看到吗 这就是每一天的变化 全部都可以提取出来 然后来去做比较 这一张图 对不起 任何数值都提取不出来 好 请问一下 这一天你会被提取 会吗 这一天它怎么算 这一天的话 是不是我们用 这个是2015年 所以2015年的什么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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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去做日期的比较 例如说2015年跟2016年的比较 所以我的这个轴 这个X轴一定是放什么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完毕之后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应该 我放的是2015年跟2016年 这两个数值呈现折线 呈现我们的折线 可是这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就2015年跟2016年 这两个值 所以我们要往下 往下是不是就变成 第一季是多少 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再往下 是不是就变成了12个月 12个月来去呈现 而且这个运算到时候是 直接马上跳出来 因为这都已经帮你算好了 这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然后这个 它会随着你的资料量很大 它可能会到时候跑不出来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这张图表 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画图 画完图之后 画完图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来去展开来去看一下 请问这张图你看到些什么 如果你是老板 如果你是老板 请问你要提问什么问题 你要问很多问题 例如说11月 对吧 我们大概预期知道说 它有逐步上升 这是可惜的 可是为什么11月反而下降 我想如果你今天你是老板 你一定会问 所以真的请你们一定要去掌握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这都只是以色尔的想法 以色尔都都做得到 这张图难道一定要做不到吗 做得到 可是接下来你要开始思考 有太多东西在这边了 举例来说 为什么123月它会很低 为什么到了7月 本来不是已经上升了吗 为什么到7月又下降 接下来这都是从图报表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也许它会有那个关联性 什么关联 你看连蝴蝶在这边拍一拍 都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对岸 那个关联是什么 所以真的麻烦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未来 我们还希望在这上面 学到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预测 什么叫预测呢 现在马上就来跟你们再分享好了 因为这一段一定要交完 这一段虽然不是函数 但是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我们现在先新增一张工作表 新增一张工作表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你要做预测 你一定要有连续资料 你要做预测 一定要有连续资料 因为它太重要了 所以我还要再讲一次 如果你要做预测 你一定要有连续资料 请问一下 那刚刚我们这个值 这个2015年销售额 它是不是连续资料 它不是连续资料 它只有一个值 一个值总会是构成连续 连续的意思就是说 有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这是一个唯一值 可以了解我说的意思 一个值不是连续 好 那什么叫连续 2013年1月1号的销售 2013年1月2号的销售 2013年1月3号的销售 依此类托 一直到2016年12月30号的销售 2016年12月31号的销售 这叫连续值 学号 班上的学生有学号 学号1号 2号 3号 一直到40号 41号 42号 这叫连续 好 所以我们先来跟你分享这个预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一样我们用折线图好了 一样我们用折线图 来去观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订单的日期 因为日期是连续 对不对 日期是连续 然后是不是有销售额 所以点到销售额 请问一下 因为我要看连续 是不是要点这个了 好 所以点它 点它 那我觉得如果看日 可能不太 老板不需要看到日 我们来去看月好了 在这边 2013 我稍微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x轴 x轴 这是x轴嘛 所以把这个字呢 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观看一下 2013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可以吗 依此类推 这是不是一个连续 记住哦 再强调讲一次 当我们要做预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拿连续资料 连续资料真的很重要 你不能拿一个值 或者是那个 要是间距太大的连续 我觉得也不太适合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拿逐年来去看 你收集的资料年度 要很多很多 决定来说 像现在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去看这个 一个月一期 至少我们这边是不是有48个月 48期 我们来去做预测 那做预测 以前很单纯就是画什么线 画趋势线 画完了 所以有了这条趋势线 请问你会 你也会比较会报告了 你会怎么报告 你会怎么报告 上升趋势 就越来越多嘛 白话一点 你不能讲那个 那个太专业的 写论文要 要写那个专业 什么 依照什么 统计 逻辑 逻辑师回归 可以 知道我们公司历年的一个销售呢 是逐步上升 也许你讲这句话老板不太想要听 你只要讲越来越高 他就很高兴了 他也听懂了 可以了解 报告跟写论文是不太一样 好了 这个趋势 之前应该也分享过 我现在要教的是 我现在要教的是预测 趋势知道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现在要去猜 请问一下 你觉得 我们如果想要去猜 2017年1月是多少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趋势更棒 听得懂 请问一下 假设你今天要是知道 今天的股市收盘价是多少 你根本就不用坐在我这 坐在这边听我讲的 你就赶快去股市了吗 对不对 听得懂 或者是你只要能够预测出 今天是涨或是跌 不过好像他规定 好像涨要涨多少个百分比 然后跌要跌多少个百分比 你要是猜得到 是不是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你这样听得懂吗 刚刚那个趋势 之前我们分享过了 不重要 可是更重要 绝对是预测 所以资管 资管一定有那个 Data Mind 现在应该是 我觉得 以前我们都是选修 现在一定要把它改成必修 资管绝对有 绝对有 开Data Mind 资料探勘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真的 花时间去学资料探勘 就在学这些东西 就在学这些东西 好了 我现在 我们 这张图会不会画 会吗 订单跟什么 订单跟销售额 然后记得用连续 连续点两下就出来了 这张图很简单 重点是 请用最下面这个 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好 我讲一下 首先 一定要趋势预测 加入 加入里面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预测 一期会比较准 还是预测 时期后的结果 会比较准 一期 对不对 我觉得 就是说 假设我 纵观之前的资料 我先去预测 你看 它这边 我什么都不用动 你有没有发现 2017年的1月 各位有看到吗 请问是不是下降 降到这边 它一定是依照 之前的资料 不然 刚刚请问 趋势 趋势是不是继续往上了 你一定是继续往上拆 因为它是由左下到右上 这样子的拆法 好不好 这样子的趋势 我觉得是 它有很大的一个可信度 这个可信度就叫 tube 那個分数 就是它太不可信了 你们这样对统计 有兴趣了吗 这跟赚 能不能赚钱 有很大帮助 所以 所以 真的要把它统计好好学 统计 那个基础 掌握好 你后面的 大数据分析 还有资料探勘 人工智慧 才有可能看到 好 真的要对那个统计老师真的很尊重 真的这边很重要 可是刚刚那个趋势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预测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 他会纵观前面这几个去做出来 他觉得2017年1月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刚刚趋势 请问2017年的1月是不是在这边 差多少是不是差很多 好那我们来看他希望我们动几个参数 举例来说这边有看到10个 我觉得我们不要预测这么多 我们6个就好了 6个有看到吗 套用一下 就是他分析出来一期两期 就是2017年1月2月3月 有看到通常1月2月3月是不是都比较低 然后呢1 2 3 4 他觉得4月也会低 5月有看到吗 5月就上升 你看1 2 3 4 5月有看到5月上升到这边 然后这个一定是1月 1 2 3 4 5月有看到 所以这边好像预测还不错吧 预测好还是趋势好 我今天开始要出作业 虽然都是良心作业 可是真的要请你们 就是加到那个LINE群组里 因为后面这些东西你都毁了以后 我也许我下一个问的问题就是 请问一下 请问哦 能不能帮我预测出来 预测出来2017年 因为1 2 3 4都很低嘛 2017年的5月是多少 那个值怎么算 对不对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因为你当在报告的时候 你当然会报告说 约0.56个百万 这是0.5个百万嘛 这是0.6个百万 所以0.56个百万 这是约 对不对 因为当你今天报告的时候 说出来这个大约的一个数值 我觉得老板会对你更相信 而且当你今天掌握数字的时候 你才能够更积极的来去做部署 好 我们这边其实 其实 我只有动一个地方 就是6或者10变到6 这个你不动也无所谓了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哦 有一个叫季节性 有看到吗 我要特别说一下 因为有些人他的数值哦 他会有什么季节性的变化 像你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我们这边好像 1到6月是低的 然后7到12月是高的 好像是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显示季节性 就6个月有一个季节变化 6个月有一个季节变化 但是事实上这边是什么 你要算一个 季节性应该是以12期 12期为一个单位 来去说明这个季节性 还有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呢 假如假如某几期那个资料是爆增的 你必须要去过滤资料 过滤资料在这边略过最后几个 可以略过最后 例如说假设最后6个 假设啦 我现在先选略过最后6个套用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边预测就不是那么准了 这样知道我现在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略过几期 真的像例如说 有时候我们的资料 他后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你可以选择略过 那几期不要去做一个估算 好了 在这个地方应该我不能略过 因为没有那个例外的那个情形 再来季节性 假设我们现在也选择0好了 如果看不太出来季节性 你看这边是不是123456 可以哦 所以跟这个地方 你可以找任何一年的同期 去看到差不多的内容 这是我们会希望大家掌握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这叫预测 记住预测跟趋势不一样 首先我们新增一张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去计算 计算什么 每一天 请你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请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也有订单日期 可是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们的资料表 你看哦 当我今天我的资料是不是有去做那个订单日期的排序 2013年1月1号 1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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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发现1月1号就有四笔资料 请问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拿这个订单日期做排序 请问 请问 他到时候没办法排 因为 因为就是这1月1号就有四个数值 那你到底要拿哪一个来去做日期销售的笔 不可以用这边这个日期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创造一个资料表 而且那个日期只会出现唯一值 就是日只会出现唯一值 有了唯一值我们才能做排序吗 请问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按照那个第一次月考的成绩 总分来去做排序 可以啊 因为一个人就只有一个总分 所以只有一个名次 可以了解吗 如果一个人有两个总分 请问你怎么做排序 就不能排序了吗 可是像我们刚刚这个例子 有听得懂 我们这边不能做排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1月3号出现好多次 1月7号出现好多次 就代表说什么 假设我要去做销售的排名 我是排不出来的 请问这一个资料 能不能排出客户的排名 不行 因为里面客户太多 你到底是要以哪一笔订单记录来去做排名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但是但是好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哦 我这边我之前我们教你的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 那我们查看这4年哪一天销售最高哪一个客户销售额最高 我们都很容易画出来那张资料表 例如说哪一个客户销售最多 我是不是点那个直条图好了 直条图 然后选客户 客户的名称 然后呢 它的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依照什么排序 依照销售额这个值排序 所以这边依照销售额排序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说谁第一谁第二 徐禅第一 然后黄磊第二 但是我们正规在算 拿这一张资料表来算的时候 他没办法算出来第一名是谁 因为徐禅有很多个数值 他不知道拿哪一个数值来去做总计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说一次 所以为什么要学韩式 好 现在我们来教你这件事好了 首先 例如说我现在来做这个例子 怎么样去算出来哪一天销售最多 这4年 4年 哪一天销售最高 好 所以我是不是先选之前我们的做法 我是不是先选这个订单日期 例如说直条图销售额 然后 我是不是要去看什么 连续资料 我要看到什么 年 月 日 我要看到日 然后接下来按照什么来去排序 按照销售额排序 所以我这边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这个X轴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他告诉我说2016年第四季 几月几号 12月15号 可以吗 这一天是销售最高的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事 可是可是这种图是之前你一定都会画 那我现在我们要算出来 好 怎么算 怎么算 好 首先我们要先产生一个资料表 什么资料表 一个很多很多日期的资料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模型 这边现在我只有一张资料表可以吗 我现在不是要做新增量值 也不是要做新增资料行 我现在要做的是模型底下的新增资料表 资料表是什么 像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订单资料表 好 我现在想要去做日销售资料表 好 所以点选新增资料表 点选新增资料表 请把这个资料表改成日销售资料表 好 所以这边日销售 因为如果你会去做日销售报表 应该也会做月销售报表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使用的函式叫做calendar calendar就是日历 日历 这个calendar 然后接下来呢 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 开始日期我们要用date date 然后年 2013年的 然后一个逗号 1月1号 又挖湖 这边date结束 这是什么 start date 逗号 结束的日期 一样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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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年 2016年的 12月31号 又挖湖 又挖湖 然后当我现在按一下enter之后 enter 这边我是不是就有了一个什么 这边我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那个date 我这边写的是date 月呢 孟斯 年呢 跟大家讲 季呢 四 quarter 我不知道 自己上网去查 power bi 那个season calculate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或者是quarter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请问一下 我们多半都是做什么月比较啊 年比较啊 有时候真的老板就说 不行 我就要去跟去年同济来做比较 可以吗 这只是换那个单字 换那个单字 好了 然后按一下enter之后 假设哦 我现在是不是产生另外一个韩式calendar 然后这个是资料表 所以我我直接用这个这个资料表点一下它 对不起我选错了 我应该选什么资料表是这个 然后呢 点日历 我希望就是直接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值啊 大一点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一般 应该是值 值的大小稍微设大一点 然后还有那个标题啊 资料行 资料行标题 稍微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去 把这个呈现 我觉得这个呈现的方式也不是很好 在 当我点到它 对不对 当我点到这个哦 注意哦 我现在点到这个 在模型底下 我们这边是可以设定设定成 简短的日期 简短日期就是 例如说 2020这个年月日 可以吗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呈现 对不起 呈现的情形啊 呈现这个的情形是 我要的是年月日 它不乖了 这边 2001年 可能等一下吧 等一下 就是这个是可以 这个是可以去做格式的调整的 格式的调整 然后 我刚刚做了几件事 首先最重要是这个 开始的日期 结束的日期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只是把它这边 格式啊 稍微设大一点 像值 值里面 值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我去观看 好 那就请你们先动手 坐到这边 好 我们现在哦 假设我今天 我换另外一个资料报表 如果用这个资料报表 来去呈现的话 然后 是不是可以往下 往下 往下 就是2013年 然后第一季 然后什么 好 那 我现在 我现在哦 我想要去算出来 2013年1月1号 它的销售额 这边 这边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去算出 这个销售额是多少 所以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的算法 这边的算法就是 点这个地方 新增 请问是量值还是资料行 答案是量值 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就是每日销售额 就是日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什么 用加总的方式 算什么部分 去计算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type键 又刮呼 直接按一下 然后请把日销售额打勾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都是总值 为什么呢 请问 然后刮呼这个订单里面销售额 请问是算一格 还是算整个 2010 那个1万笔的资料 当时整个1万笔的资料 所以这边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变成同一个资料 那怎么样可以 怎么样可以让他算出 1月1号的值 1月2号值 1月3号的值 建立关联 建立关联 请问这个date 是不是要跟我的订单日期 产生 关联 这个date要跟订单日期 产生关联 好 我再一次强调 请不要询问我一个问题 这也是初阶就应该要知道 就是说 这边不是有一个date吗 这边不是有一个订单日期 然后这样乍看之下 觉得说 好像选错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删掉它 然后又再重新做一次 例如说 把date又搬到订单日期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date 跟这边订单日期 其实已经关联在一起 只是它视觉化 没有很好的呈现 好 你看游标移过去 有看到吗 两个框框是落在 我刚刚设定的 日期要跟订单日期 产生关联 你看一下 现在这张资料表 是不是全部都算出来了 刚刚因为我没有产生关联 没有产生关联 请问 这个日期 刚刚这边量值 是不是说 他要去算什么值 是不是加总 所有订单日期的销售额 对不对 当然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个是总total 就是这个值 可是现在我建立关联 就是他会把这个日期 对应到什么 那一张资料表相同一天 把那一天 不管有几笔资料 加总起来 然后呈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 一定要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用函数来做计算 因为刚刚这一个 就是这里面 这个资料表 1月1号 这几个值 假设当我们今天要加总起来 我们并没有做这件事 现在有了 现在就在做 把1月1号的值 把它加起来 而且保留起来 保留起来 你才能够去做日的比较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就请你们 现在动手 做到这个地方 只是建立 新的一个 一个日销售额资料 然后记得要设关联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算出来 当日的销售了 请问你 那昨日销售呢 昨日销售怎么算 例如说 1月1号 1月2号 有看到1月2号吗 1月2号这边 是不是应该要呈现 例如说 这个11926 这就是昨日的销售 昨日的销售 那昨日销售算完 你们还必须要再学什么 从头开始 例如说累积到1月8号 这些值全部加总起来 这个函数叫YTD 叫YTD TotalYTD 这些都要学会 因为我们真的有可能去比较累计 有比较累计 那我们先来看昨天怎么算 昨天的算法是不是在讲义的第59页 用两个 来去做计算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一样新增个量值 这边是日销售算完了 所以首页这边新增量值 我再次强调新增量值增加一个值 新增资料行增加整行资料 新增资料表是增加所有 一堆的资料表 一堆的资料行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算 昨日销售 昨日销售额 昨日销售额 等于什么 昨日销售额就等于 因为我们等于说 是用一个过滤的方式来去算 什么叫过滤呢 就是 我是不是要算 我是不是要去算 比今天还要早一天的 那个销售额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智慧函式了 因为只有智慧函数 它可以后面加条件 例如说Calculate 然后运算式 运算式有看到 运算式 那运算式当就是去算什么 销售 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 我们是用哪里的销售 是用日销售额还是订单 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都可以 因为我已经建立过 关联 然后加总之后 去做 例如说订单里面的总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它可以让我从上选到下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订单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又刮符 这边 加总是不是就算完了 加总算完之后呢 我要用的是昨天 昨天 昨天怎么算呢 昨天的话是不是 我们用那个 previous day pre就是前面的 previous就是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天 那就是前一天 那就是前一天 previous day 有看到 previous month quarter 有看到吗 所以它是用quarter 不是用season OK 然后接下来还有year 好 前一天 所以真的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像股市我们一定是用日k线来算的 很少人用gk线或者是年k线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previous day 再加日期 所以日期 日期是哪一个资料表的日期 是不是就是这个date 这个date 好 所以一撇 我们是不是去找到这个日期 日销售额的date 然后又刮壶 然后现在只是放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对称 再加一个右刮壶 有看到 右刮壶 左刮壶 enter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勾选这个昨日销售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昨日的销售额了 昨日 我还有刚忘记这边 这边忘记跟你讲 这边这个格式怎么修改 顺便补讲一下 就是 刚刚这个地方你会出现什么 月日年 好 这个 请把这个值 这个值 改成这个 不是日期阶层 本来是不是日期阶层 因为他要记住这个日期阶层 所以就是变成年纪月日 年纪月日 所以我就把这个值改成什么 date 它是不是就会依照 依照我格式 格式 格式里面的 例如说这个 date 它就会依照我的这个格式来去呈现 可是那什么时候又要用这个日期阶层呢 你去看哦 你去看 像我现在如果把资料表改成这一种形式 这两个都是资料表嘛 这种形式 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可以往下 又透过这样子一个日期阶层 例如说 往下去看 2013年第一季多少 第二季第三季 这不就很像那个 书纽分析 全部资料都帮你整理好了 好 你可能 可能还会想要问说 那老师怎么汇出资料 因为这个资料能不能汇出变成e-sale 可以 在这个地方 因为POWERBI是哪一家公司的 微软 可以吗 当然你会直觉的想法 就是我要 这样子一个内容 就直接汇出给e-sale 这些因为要讲的东西 我觉得太多了 OK 所以 所以你们就知道就好了 我还是恢复成我要的那个形式 就是刚刚你在这边 刚刚你在这边 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 你可以点选这个值 这个日期的Date 请把它改成Date 改成Date之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模型 就按照你这边的模式 来去做呈现了 好 那 所以 结论是 我这边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日销售额 可不可以算出 昨日的销售额 那可不可以再看 我们讲义59页 请翻到59页 我这边是不是就教你 怎么样计算前天 因为这边算昨天嘛 那请问会不会算前天 你有没有发现比较特殊的一点 我一样是用Calculate来计算 然后接下来我是使用什么 Previous 对 两次 好 再接下来 翻过来第六十页 有看到吗 三日平均线 有了这个三日平均线 请问Average 各位都会吗 所以自己回去试试 做做看 有了三日平均线 三日平均线跟日销售 这个线 然后我们去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真的到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去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 股市的低点 什么时候是股市的高点 然后透过 买低 卖高 赚钱 我讲完了 我已经给你人生致富的重要金 重要宝典 OK 那我们接下来 后面的switch 还有辅助 请你真的回去要看 最后一定要看到VAR 好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范例 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什么 储存 储存 然后接下来选择什么 例如说假设我存到低磁叠基 低磁叠基 然后今天日期2017年1128 什么超市分析 好 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副档名是PBIX 然后存档 那这个范例 我就请你关掉了 关掉哦 然后 我们回到桌面上 对不对 重新打开 PBI 可以吗 好 来 请你们先 大家一起做好了 先把刚做的那个范例 储存 储存 然后 那个带回家 不做那个previous day 因为没办法做完 后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 很多很重要的那个韩式要练习 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那个开放资料 来请开一个新的档案 首先 之前教你们取得资料都是 Excel 对不对 好 或者是文字档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可以从网路上直接 把档案抓下来 所以这一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 交完 交完这一件事 我就要直接介绍 最重要 我觉得仪标版绝对是大数据分析的非常重要重点 好 来 最小话 因为它是一个网址 所以我当然要知道那个档案在哪里 首先 我比较喜欢Chrome 所以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开放资料的网址 开放资料的网址全部都叫data 点 开放资料嘛 为什么叫data 因为开放资料嘛 对吧 这还需要解释吗 不需要嘛 因为国中单字资料是不是data 各位一定要记住 全世界统一 后面就是单位名称 例如说 CDC是疾管署 卫福部机关署 gov.tw 政府机关 台北市政府呢 就变成data.taipei.gov.tw 景文科技大学开放资料是什么 data.just 将来我们大家都在做那个资料分析 没有人在去查说景文开放资料网址是什么 这是尝试 现在我们都在讲什么智慧型手机 我跟你讲再过三五年没有那种不智慧的手机了 我们就讲手机 没有人在讲什么智慧型手机 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讲什么大数据分析 以后都是 请问一下50年前有没有数据分析或资料分析 一定有什么大数据分析 那也是这几年 这几年什么三个V 我们才讲说什么大数据分析 以前我们就叫数据分析 以后我们还是叫数据分析 对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你要把它知道 开放资料就是data.just 点什么 edu.tw 可以吗 这样知道 全世界都统一 不会说因为你在美国 所以开放资料的网址就变成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按一下enter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台湾CDC 有看到open data portal Portal就是一个入口网 然后接下来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拉下来一点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登革热的病例数 登革热病例数 我只是希望说你们 好像有点快速review一下 我们曾经教过内容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资料 所以点资料 点了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探索 探索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对不对 就是我是不是要去下载 它的资料好像是csv csv 可是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做什么 copy link 的address 就是复制这个下载的网址 应该叫做复制网址 复制网址 好 然后接下来 这边 这边做完了 做完了 然后我就回到我的 Power BI 点选什么 取得资料 web把刚刚那个网址 把刚刚那个网址贴上 贴上 然后点选确定 还没结束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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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直接连接 连接到你看这个 胃腹部疾管署 应该没问题 因为是开放资料 所以不需要账号跟密码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更重要的一件事 开放资料 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 开放资料 都是不是放在网路上 放在网路上的资料 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本机 例如说不管你在桌机 或者是Mailbook 叫本机 在本机 本机我们的编码方式是大5码 各位应该有听过 网路上的编码是哪一种 UTF-8 或者是世界各国的编码 会不会一样 不尽相同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 假设你今天你要去做那个 台湾 就是观光人口的一个调查 可是说不定你有可能会去调查什么 大陆 香港 日本 韩国 对不对 所以他们各国的那个编码方式 不尽相同 可是难道就不能贿入了吗 不 一定都可以贿入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要选到正确的编码 这就是我们开放资料 要特别特别请你记住的 好 所以在上面 从上 可不可以从上面往下找 自己慢慢去找 找到那个UTF-8 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来去找嘛 对不对 这边 unicode UTF-8 就会把刚刚那些全部都是什么 乱码的中文字 改成什么 正确的 有看到 这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点选什么 再入 就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 点选 再入 请问一下 您会不会去取得全世界各国的开放资料了 会了吧 有没有这种感觉 不会麻烦你们回去 一定要听懂这一块 因为取得资料是不是我说大数据分析的第一步 取得全世界的开放资料 你将来学到后面那些函数啊 怎么整合应用 跨工作表的应用 你才会能够更加的理解 举例来说 登革热 登革热 登革热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它到底会飞到几层楼就不飞了 假设20层楼 它飞不上去了 那万一我们大流行登革热 我们就请民众避难 请问是往三下避难 还是20层楼以上避难 对啊 这样大概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可是登革热的资料在卫福部 十下登录的资料在哪里 可能经济部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绝对不是跟健康有关系的 可是这两者有没有关系 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关系 好 我们怎么做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之前 你必须要先打开这个网路 登革热的开放资料在哪里 可以吗 好 应该记得住啦 应该记得住 而且最重要的是 景文科技大学 我们的开放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请问你要不要知道是全世界 当然啦 好 接下来记得在这个地方 我是用滑鼠右键 copy link address 就是复制连接网址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做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我在这个地方 我想快速复习一下 就是说这个登革热 这个登革热 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们要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 你可能大概就会先去看一下 那个有 可以变成Sigma的数值资料 举例来说 像这个经纬度啊 我们就不去管了 经纬度就是做地理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来说 登革热它分布是在 可能浊水西以南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在这边是不是有 最小统计区 一样也是经纬度 因为我们要分析到什么 分析到每一个区 每一个区 然后在接下来这边 我们要看到确定病例数 没错 就是它 哈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在录音 这是为了给所有警闻的同学听 所以可以讲小声一点 我们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确定病例数 就变成我们唯一要分析的一个重点 请问 你这样看 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 确定病例数 请问确定病例数 那我们拿到这个阿拉伯数字 你觉得你要分析什么 就是现在拿到资料是一回事 我已经给你全世界的资料了 举例来说 我拿给 我给非洲人黄金 他不能变现 他拿到黄金 还不能拿到食物 更有价值 所以现在已经把资料 给你了 请问一下 那你接下来你要准备 怎么分析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确定病例数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很好奇一件事 哪些地区登革热数很多 类似这样的分析 好 那我想 我这边就快速地画一张图 画什么图呢 我一直都没有介绍这种图 综合图 综合图 就是有直条图 有折线图 这叫综合图 综合图 对 因为我是希望说等一下我们介绍那个客户 所以这边我快速带过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各年各年的确定病例数好了 这可能也是大家会很关心的 举例来说今年登革热病例数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时间的从上面往下去找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个案研判日期 这是跟时间有关 发病日期 还有什么 还有 通报日期 跑到来去了 好 通报日 好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在做研究 我们又因为有三个日期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是应该以通报日 还是发病日 还是个案研判日 来当作是我们的研究的依据 好 例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就以发病日好了 所以我就勾选发病日 然后确定病例数 但是通常我们会去看什么 会去看直条图 直条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把那个轴稍微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请问一下 这样我们大概是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2015年有看到 2015年 登革热病例数是不是最高 这应该是我想民众最想要看到的一个资讯 好 那接下来请问你会不会想要知道2015年 他在什么地区的病例数最多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好 可是我现在这边我就后面不去介绍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赖我 然后我再告诉你这堆的影片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希望你培养这方面兴趣 我们生物医学资讯所非常希望有有这样子的人才 愿意来替这些就是对人类疾病研究是有帮助的 好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就是私底下你就赖我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说我这些影片全部都做好了 然后你就上网去看 那我现在最重要的重点是要介绍这个 你看在我们的资料 在我们的资料 这个资料是从1998年开始 所以我一样去做一个什么 第真 第998年1月7号 1月14 1月23 2月2号 2月4号 2月13号 他就依此类推 排到最后最后最后面 反正就是总共会排出来 总共8万多笔的资料 好 那接下来 算了 他跑得很慢 我们就不考验他 重点 重点 我现在刻意先把它排地减 请问一下 2017年11月26号之后 例如说 今天 是11月28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 27号没有通报 28号 目前为止也没有通报 可是29号可能会不会有 那你需不需要他资料进来 希望吗 对不对 然后 这些视觉画图表会随着资料 逐步的增加进来 然后去做 画出来这些图 你不用再重新做一次 你知道你这时候只要做什么事吗 你只要做重新整理 做完了 可以了解吗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用再花任何时间 举例来说 假设我把 警文的大数据开放资料 我放在网路上 然后到时候连接网址 然后就画好这些视觉画分析 然后你会不会再把2018年资料 围进去 2019年资料 只要时间到了 我是不是就会把资料放进去 然后你只要在这个POW BI工具里面 点重新整理 全部资料都回来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意思 大数据分析 这边就是有比Excel 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重新整理 一个按键做完分析 你说好不好 当然好 而且取得资料也不用重做了 为什么呢 它全部都记录在这个地方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里面资料来源设定 它一定会记录 你的资料是来自于 为服部机关署的download的什么地方 这样大概知道 我现在所讲这件事的重要性了吧 OK 结束 就是记住 我现在所教的这件事 为什么要做大数据分析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严格讲起来 严格讲起来 像预测 还有像趋势 或者是我们上次跟你们介绍分群 这些真的都是一个大数据分析的重点 好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先关掉了 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去跑这个资料 跑网路资料 可能他都跑得出来 可是等一下是我们30多个人要一起跑 他可能就会很卡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 我们打开刚刚那个范例 我刚刚我们是不是做到低止叠机 低止叠机的这个 2017-1128潮市分析 所以请你们关掉现在的这个范例 不存档了 我们要回来继续介绍 我们要做客户分析仪表板 客户分析仪表板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新的这样试图 开一个新的试图 然后接下来 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总应该要知道 就是说那个公司的总营业额 总营业额知道 那是不是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就是一个值 它只会呈现值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把总销售额放在这边 它就直接告诉我 总共销售额是16个百万 可以吗 这是我们要请你先做出来的 这个销售额 就是公司啊 公司的总销售额是16个百万 第一张 请你们动手做 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要做一个仪表板嘛 所以我们可能会先思考 那总销售额是多少 那请问一下哦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应该要呈现那个客户 客户往来的一个销售额 也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客户仪表板 所以你总要知道主要客户就是前十名的客户嘛 前十名客户 所以首先我们用资料表 用资料表 然后这个资料表呢 里面放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在这里 对不起 客户名称的销售额 而且我们稍微把字放大一点 这样方便别人来去观看 所以值这边显示大一点 然后这个标题也设大一点 这个标题也请设大一点 然后重点 重点是这个值 我希望它排序一下 因为我们总会希望知道第一名是谁 所以请问是不是要排序 怎么排序 点点点 点他 然后依 依什么 销售额排序 由高排到低 所以第一名是徐禅 第二名是黄磊 这张资料表我想应该是 各位应该要先把它完成的一个重点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先完成 就是我们公司的总销售是16个百万 那徐禅当你点一下 有看到 徐禅82个千 有看到 好我现在要开始慢慢介绍这个仪表板 仪表板它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张资料表我用的是他 我用的是这个视觉效果 所以一点他 二我就选 因为我要做 整个仪表板都是做跟客户有关系的 所以这边有看到吗 客户 然后销售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样我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 就是客户的一个排名 一定是由高排到低 老板关系一定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是谁 我现在呢 我已经有一个排名在这个地方了 例如说第一名是徐禅 第二名是黄磊 但是这样子一个排名是四年的累计 那有时候我想要看的是什么 我想要看的绝对是 例如说各年的排名 因为这也是财务报表里面 他都会希望就是算出来说 客户的一个变化 每一年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来会去做出一个 各年的一个销售 怎么做各年的销售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用 我用的是直条图 直条图这边选择订单日期 跟销售额 可是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已经不是以年为单位 而是以日期为单位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做一个关联 它是不是连接到 订单日期是不是连接到这个date 当然了你会说 老师那我不要用订单日期 还有别的日期 发货日期 假设我用发货日期 我看到 发货日期 它是不是就以年为单位 这点事情各位要稍微知道 但是我还是坚持要用订单日期 怎么排 订单 就是我是不是先勾这个直条图 然后我要做订单跟销售额 对不对 接下来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它是不是没有那个日年月季 这些都没有了 所以把它新增群组 新增群组 请把这个量值 量值改成什么 改成年 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就可以 点这个2016年 我们去看 第一名是徐禅 第二名是不是五名媚 第三名何惠 我们就只记这三名就好了 是不是点一下2015年 是不是可以看到徐禅还是第一名 可是我们这边有看到吗 这个2015年第二名的好庭 第三名的康娇 是不是就不见了 到2016年是不是就不见了 事情哇排到这么后面 例如说2015年 这个人 这个人 2015年 这个好庭 对不对 有看到 16个 16个签 可是呢 可是这一个 这个好庭 哇 他跑 在总累计里面 就是这四年 四年 他在2015年 是主要客户 其他三年都很下面 2016年 好庭 跑到哪里去 应该找不到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主要客户在这个地方 他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请问这样好不好 不好吧 可以了解吗 这件事情是真的需要分析的哦 好 所以请你们做这一张资料表 然后这张资料表 请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曾经有做过关联 所以 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什么 新增群组栏位 叫做年 年这个新增群组 好 来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 这以年为单位的一个分析 这通常也都是老板会要我们去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哦 这2016年主要客户 跟2015年主要客户是变化的 变化不好 因为新客户的开发 尤其是大的客户 除非他已经从好的客户变到 那个澳洲来的客户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主要客户不要产生很大的变化 会比较好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接下来我想要去做各年的比较 各年的比较 因为有时候我们针对那个客户 我想要知道这四年 他跟我们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所以我们画出一张资料表 好 例如说我们依照这四年 他的一个变化好了 所以用折线图 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呢 依照订单的日期 订单 订单日期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销售额 可是如果我们 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订单日期 我是不是可以改 改成这一种形式 这一种形式 这是各年 而且而且我主要是希望到时候 他可以让我看到什么呢 好 例如说点一下徐禅 他可以让我看到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他我们这个时间走2013年 四五六七 每个月 他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他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 跟我们公司的销售 然后来去算 亲密程度 或者是 那个 友好程度 举例来说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越来越好 那这样子呢 是不是开始走下坡了 这样子呢 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越来越好 这我想一定没问题 这个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好 准备要开始 不往来了 第二名 这样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第三名呢 好像又起始回生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客户 客户跟我们的销售 所以这张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张图 首先第一 点选折线图 第二 第二 刚刚我们不是建立了一个群组吗 群组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好 就是本来的订单日期 它是以日为单位 现在我们改成用年来呈现 那可不可以 再产生出新的 例如说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 再新增一个群组 变成用月 当然可以啊 好 月 然后 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这 这边呈现的 应该就是 我要 把它换掉 把什么换掉 对不起 我怎么点呢 这边 这个 我要把这个换成 这个 对不对 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各月的变化 例如说徐禅 徐禅有看到 哦 这样就可以发现 哇 他是 2016年 跟我们之间关系是非常好的 然后接下来 黄磊呢 有看到 黄磊 这边 这边 曾经跟我们 非常好 其实会计师在做那个 集合潮仗的时候 他会觉得 像这种 非常好的往来 会不会有问题 好 第三名 第三名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非常高 这边是很低 从非常低 变到非常高 哎 这是不是 另外一种 可能的变化 好 所以 请你们 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 增加那个群组 那这张图呢 我就呈现到 这个地方 这个是 各月 各月的 一个表现 就是 我们大致上 可以发现 各月的表现 然后请你 到时候点一下 2016年 现在是不是 只剩下2016年 然后 徐禅 徐禅 有看到哦 他的一个变化 好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们做 这一张就是 各月的一个 销售表现 折线图 那我们是不是 可能会想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 客户 客户 他跟我们的一个往来的情形 我们 例如说 他到底买我们公司的什么产品 所以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去呈现 例如说圆形图好了 用圆形图来去呈现 好 客户他跟我们买了什么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名称 那产品名称可能很多 他这边就出现警告了 有看到哦 所以我们不要用产品名称 我们用类别好吧 不要用这个 然后用类别 可以吗 类别 对不起 还是用圆形图 类别的销售额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形 但是 我想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这样可能就不是很好看 这样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 这边可能 因为这个 因为你知道 知道这个16个百万 对不对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点2016 有看到吗 2016 然后 当我们去做那个客户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能去思考一下 这个客户 他虽然是我们主要客户 但是 他可能不具有那个 百分比很大的倾向 好 那这边有看到吗 这样一个 变化 就是说 各年 我们在产品销售的部分 以类别来说 他是有变化的 好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像这个红色 2014年是最早的 2015年 他变成第二名了 那2016年 他变成最多了 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 OK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没办法呈现 因为只有三个 三个我就会用资料表来呈现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这个值 稍微大一点给各位看 就是说这个这个人 他跟我们公司主要的销售 主要销售会以加剧为主 有看到吗 会以加剧为主 然后 然后这一个人 他会以技术为主 因为只有三个 那圆形图 那个值太小了 所以干脆我用资料列表来去呈现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就是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 这个客户 他跟我们的往来大致上是多少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客户 跟我们购买产品的一个情形 好 最后我要一口气讲完 例如说 假如 假如我现在 我想要去 去 针对所有的客户 给他做一个 就是说 各年的一个资料分析 各年的资料分析 然后 你去看一下 首先 假设我今天 我先设定 设定 另外一个 就是这边是产品 我知道 类别是这样 但是那个紫产品 我也想要知道 例如说 主要客户 他购买哪些的紫产品 以公 就是我们可能要提供给相关客户适当的产品 例如说 他明明只会跟我们买家具类的产品 所以你在寄行录的时候呢 你可能 你可能会把那个 例如说家具啊 的一些新产品的DM 寄给这个客户 好 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来去画那个 个指向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也要去调查 客户他跟我们购买的产品指向目是什么 举例来说 在这边我们是不是有产品的名称 然后销售额 这张图我觉得比较适合用直条图来去呈现 而且 而且从高排到低 产品名称 然后销售额 然后按照由高排到低 所以依销售额来去做排列 排完之后呢 我们重点重点是这个值也要呈现大一点 让别人去观看吧 好 所以把值 X轴的值开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呈现说 什么产品的销售最多 但是重点是 我们这个地方会希望说 知道说徐禅 徐禅他跟我们主要往来的 是不是公司主要主力产品 主要客户跟我们公司购买的 是不是主要产品 这件事也很重要啊 所以点选黄磊 有看到在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田磊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致上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客户呢 他主要跟我们购买的产品是什么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说的事情 就是说他跟我们购买技术类 又以Motorola的这一个 还有这个 Sircle 好 为主 有看到吗 那通常我们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如果 如果我还希望 让 让他就是局限在 例如说某一个年来去做分析 这时候我还会再加做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好 然后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那 时间是依照什么为主呢 时间我就会希望依照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其实刚刚我没有做过那个年 好 我就用最标准的那个日期 日期 就是这个日期假设我要呈现是2016年的1月1号 就是我只有呈现2016年的1月1号 所以这边是不是只看到2016年 然后接下来这边的排名 徐禅第一 点他 有看到吗 就可以看到 比较 比较清晰的 然后甚至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哦 他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跟我们往来 然后第二个人 五名妹 然后他就跟我们购买 就是公司很主力的这个产品 而且集中在2016年的这一段时间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因为 仪表板 你一定要理解到这样子一个层级 这样子方便别人来去查找资料 这就是仪表板最最最最棒的地方 好了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 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暂时把课程准备到一个段落 那当然当然当我今天我最后讲一下就是 当我要去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呢 我会先去试着画出一个一个简单的草图 在画仪表板的时候我会先画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仪表板仕图 仪表板仕图 那当然这里面你就要去思考一个主题 例如说这边都是以客户为主的主题 这就形成一个模组了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 未来你可能要做好多个模组 然后跟客户有关系 就把它全部先列成文字 然后接下来再去画出我刚刚那种草稿 然后一张一张图画出来 你就会看到那个联动的效果 它是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设计 从第一天我们应该要回推到三月份的时候 大概三四月吧 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上学期就对了 我们就已经开始来这边上一整天的 就是说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开始 而且还是从以色尔开始 然后接下来告诉各位说 以色尔也可以做资料分析 但是他不能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后来慢慢我们就全部都来教 如何做这个视觉化分析 然后像今天教的这个DX函数 还有像例如说预测 预测医療会 还有像我最后介绍 这医療板来去做一个控制 针对客户啊 什么时候 摆什么产品 然后主力产品是什么 好 希望日后对于大家的一个工作领域会有一些实质应用 你就会发现那个帮助是很大的 好 那我们今天可能要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那期待我们日后可以透过LINE的方式 你可以提问 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你 可能影片是哪几部 你要回去补衣补看一看 好吗 好 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阿师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 ween 谢谢大家